如果化妆品变成人 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呢 小美刚来到了教室 看见四周没有人 于是立马拿出了自己的24色眼影盘 刚用刷子沾了沾眼影 这可把眼影大哥挠得笑得停不下来 左刷刷又刷刷看样子很不错 小美正在俱乐部蹦迪 正当她累的时候 喝了一口水 却把口红印在了杯子上 于是她打算补一个口红 口红小哥化身为了粉刷酱 在小美的嘴上涂刷着 结果一个不注意 把小美的牙全部刷上了 这可把上来搭讪的小帅笑到不行 一位妹子打算重新做个美甲 看见妹子断裂的指甲 美甲师一下职业病就犯了 拿起来指甲错就是一顿狂刺 小黄所剩无几的头发都快戳眉了 美甲师丢给了小黄一件紫色的衣服 小黄秒变小子 在海滩中晒着日光玉 突然天黑了 原来是妹子的指甲 做好了 这简直美极了 小美从包包里拿出自己最新买的香水 喷在了自己的身上 随后又丢进了包包里 香水怯生生地和口红刷子们打着招呼 一不小心打了个喷嚏 可把其他化妆品们熏死了 小帅刚洗完澡 拿来了一个镊子打算处理一下鼻毛 用尽了身上的洪荒之力 将毛毛扯了下来 变成了镊子小姐的头发 小美收到男神的邀约于是打算画一个全装复约 画眼线是所有女生最惧怕的环节 成功画好左边后 右边却不老实了 小美直接变成了活鬼王 你最喜欢用什么化妆品呢 记得留下你的评论 下一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算